香港立法会外围昨晚发生严重冲突之后 特首林郑月娥今早11点召开记者会 对暴力事件表示遗憾 但她重申不会撤回修法 她形容这次游行凸显了港人对修法存有忧虑 政府会继续密集解说 特局政府在昨晚11点的政府文告中 已经表明会如期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工作 林郑月娥在刚刚的记者会补充 昨天游行人数众多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社会有正反意见必须平衡 港府尊重大众意见 因此希望可以收窄分歧 建制派新民党同样谴责冲击立法会和霸占道路的行为 并认为昨天游行人数众多 是因为主办方用口号恐吓市民 在政府解释工作不及对手的情况之下 许多市民被吓到 但所关注的点都不符合事实 至于泛民主派盛明连则认为 游行凸显了港人对修法有严重的疑虑 抨击港府一意孤行 态度傲慢 如同公然挑衅游行市民 并形容凌晨的冲突是因为政府激起了民愤 对我的观众 有点图 感谢您 感谢您 感谢您您的感觉 感谢您的感觉